戰爭是殘酷的 特別是當自己人殺自己人 而這正是敘利亞內戰的寫照 這個國家特別是它是一個歷史古國 打了內戰五年 所付出的浩大代價幾乎是難以形容 上百萬的人流離失所 將近30萬人死於這場戰火 而目前整個國家是四分五裂 甚至一兩個世代的命運 將從此蕩然無存 這國家的重建將是可怕 而且浩大的 但重建工作能不能展開呢 在打了五年內戰之後 在各方擔心它的戰火 在國際勢力介入之下 甚至有可能演變成一場世界大戰之際 終於迫使了這些強權走上談判桌 而安排出了一個 最新展開的全面性的停火 零星的炮火還在繼續進行 但停火似乎真的在推動 哪怕是並不完整 但也因此讓很多媒體地者 可以進入到戰場中 從看到這場戰火之下 敘利亞人民所付出的慘重彈架 也看出一場內戰 跟國際勢力的最後的介入之後 給一個國家民族 能帶來多大的一場災難 我們看看敘利亞的悲劇 敘利亞南部的達拉雅 又是記者正在潛線採訪 一架亂槍掃射 女記者驚慌失措 攝影師中槍倒地 大聲殘叫 受傷的攝影師被政府軍戰士 救離現場 地上留下長長的血跡 但因傷勢過重 不幸續職 驚悚過程 鏡頭全記錄 經過戰火洗禮 達拉雅市區體無完膚 政府軍直升機 財狼班底在上空盤旋 毫不留情地投下炸彈 敘利亞停火前夕 各地人士槍臨彈雨 2月27號後 交戰各方停止敵對狀態 但這並不包括 伊斯蘭國IS 及其他恐怖組織控制的區域 但真能就此停火嗎 看看邊境地區 仍出現供給事件 數十名媒體記者受困 動彈不得 敘利亞陸軍出動裝甲車當掩護 記者才驚險逃脫 雖然槍聲一些 但政府軍仍不敢鬆懈 首都大馬市隔東區 士兵高度警戒 在被摧毀的住宅區巡邏 防止敵人發動偷襲 現在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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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有一個戰鬥 市中心幸運地遠離戰火 繁華熱鬧的街頭 又見車水馬龍 燈紅酒綠的夜點 再度人生鼎沸 但其他地區 則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雖然可以看到青少年玩樂兮兮 畢竟 歷經五年鬥亂 大部分街道完全荒廢 全區里亞更有三分之一兒童 因為戰爭出現心理障礙 十歲的阿黎 與九歲的阿麥德是親兄弟 剛剛由戰鬥最激烈的阿勒波逃到大馬士格 在收容所戰時齊身 這場戰爭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我會想像是在這場戰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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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真的心靈一系變色 唱歌 跳舞 加上社工的嘘寒溫暖 受創的小朋友 似乎得到戰時的安撫 但傷痛卻無法平復 五歲的小男童馬文 雙手把腕著敘利亞國旗 爸爸遭到流彈波旗 不幸喪生 他曾把這面旗覆蓋在爸爸的棺木上 雙親都身亡 如今由祖父母撫養 只能 過一天 算一天 在這場戰爭的小女生 我沒有感受到這場戰爭 在這場戰爭的小女生 我們在這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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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場戰爭的小女生 五年了 叙利亞至少八百萬國民流離失所 兩百萬兒童無法受教育 成為失學又失落的一代 即使逃出家園 日子也一樣難過 十二歲的納瓦和母親及三個弟妹 三年前來到黎巴嫩住進難民營 為了維持佳績 她只好放棄學業 每天走一個小時的路程 去廟部工廠打零工 她失學的年紀 正是我們小學四五六年級 學習能力突飛猛進的階段 我每天都沒有學習 我每天都沒有學習 你不是學校嗎 我不是學校嗎 我不是學校 我不是學校 儘管聯合國及國際慈善組織 在難民營成立學校 但受教育的機會 依然飛水車薪 我學校學校 學校學校 我學校學校 學校學校 我學校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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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校 停火前 正直寒冷的冬天 只見孩子們擠在帳篷 相互取暖 如何重拾失學的五年 無疑成了大難題 而停戰後 聯合國救援物資 陸續送到尤其 被戰爭蹂躏的地區 像是大城 和姆斯 還得接受嚴密檢查 以免武器趁機走私 只是這裡 50%以上的建築物 遭到破壞 變成一堆殘磚破瓦 根本無法居住 在恢復水電供應後 敘利亞民眾迎來 停火後的喜悅 只是這零時停火協議能維持多久 敘利亞錯綜複雜的情勢 仍向科不定時炸彈 烽火一觸即發 隨時可能再起 1 2 3 3 4 5 4